海军操演传出重大失误 131舰队所属的金江舰 在左营码头误射雄山飞弹 在他的训练的过程里面 都有相关的保险的装备 来去确认 他的那个飞弹不会去射击出去 这个是很肯定的 那有关在这个人员操作上面 绝对是我们这一次所认为 他最大的噪音在这里 上午8点10分 金江舰执行甲类操演验收 海军士兵不小心把雄山飞弹 发射到洪湖东南方 射程300公里 由于是预设的目标位置 落点在海上 我们海军已经减派了 S拐动C自身机 它已经沿着它目前的飞行路径 抵达了现在的飞弹的最后可能的 它的一个假想目标的位置点 海军紧急搜寻飞弹残骸 这一发射一枚造价一翼的雄山飞弹爆销 而且飞弹向西边飞相当敏感 飞弹它是实弹的还是恐怖 是一个实弹 有没有飞过海峡中线 肯定我们目前所掌握它的飞行航机是没有 参数的部分 如果说它这个 就我现在目前所了解周边 周边目前是没有 按照正常飞弹发射程序 舰长下令有武器官控制流程 经过指示后 由射手按下按钮发射 而且是有盖子的 这次误射状况匪夷所思 目前参谋总长颜德发南下左营彻查 还传出飞弹落点 有渔船爆炸导致人员伤亡 是否和雄山物社有关系 等待军方理清真相